银舌病关节炎 银舌病关节炎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 因为自己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 出现自己打自己的情况 而引致身体不同的地方出现发炎 而银舌病关节炎尤其是皮肤和关节会受到攻击 而皮肤上很多时候会出现一块一块的红肿 除此之外亦会有银白色的皮舌 除了皮肤之外 关节亦是一个很常受到攻击的地方 可以出现不同类型的关节炎 在银舌病病患者里面 有大概六成都是出现了银舌病皮肤的疾病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才出现关节炎 而有大概三成的病人是相反 即是说出现了关节炎的情况 但是一成左右就是皮肤和关节一起出现 其实银舌病关节炎大致上可以分为五大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有些像瘤丰丝关节炎 是影响一些尺端的关节发炎 通常这些关节炎是影响一些手指的小关节 都是对秤的发炎的 第二类型就是有些像强切性脊椎炎的类型 病患者通常是一些中逐性的关节会发炎 例如是贴脊椎、宽关节或者低下骨关节等等 而第三个类型就是一些远端性的关节炎 通常是影响远端的小关节多而为主 第四类型就是一些寡关节炎 影响比较少部分的关节 但是这些关节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关节 例如是膝胳膏、脚蚊等等这些关节 而第五类型就是一些残位性的关节炎 而往往这些关节炎会造成一些永久的残位 亦都会很影响病人本身的活动能力 所以当我们看病人的时候都留意这些不同的考虑 另外我们也会留意一下有没有一些银舌病关节炎特有的特质 例如是有没有一些止炎或者是一些摺骨点炎的情况 摺骨点炎就是印带摺骨头的位置发炎 而止炎就是除了滑膜之外 在整只手指或者脚趾都会出现一些软组织发炎的情况 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 我们也会留意多些可能要更加早给一些的治疗 除了皮肤和关节以外 其实能切病关节炎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共病 例如在指甲上面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病患者会有指甲凹陷的情况 甚至乎有离甲的情况出现 而这些情况很多时候都可能会被误以为是灰甲 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才可以分辨得出 除此之外 有少数病患者也可以出现一些硬部症状 例如是一些结膜炎或者是红膜炎等等的症状 而大部分的病患者都会出现一些代謝综合症 包括肥半、糖尿病、高血压、尿酸膏 甚至乎是脂肪肝等等的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病患者可能容易有些心血管的疾病 有些病患者可能一开始关节都是少少痛 可能少少肿胀的情况之下 觉得都是一些小事 忽略了这些关节炎的情况 如果能够及早知道或者及早治疗 人时病关节炎的话 其实是可以大大地改善到病本身的 因为延误了治疗的话 有时候关节已经开始变形 或者甚至有些脊椎的情况 开始有些融合的情况 其实就可以是不足够的 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建议病患者 如果关节痛超过六个礼拜 尤其是如果本身已经有些皮肤有些问题 我们更加应该早点找专科医生去看看 究竟会不会自己患上了人时病关节炎 人舌病的病患者 其实在生活上都要面对很大的困难 第一在皮肤上 因为皮肤很大的范围都可以受到影响 除了影响之外 亦都有很严重的痕氧的情况 可能有时候病患者睡觉都睡不到 除了皮肤之外 在关节上面 其实都可以有些很严重的关节炎 而关节炎也会大大影响到他的生活的质素 可能走路都会有些困难 而第三方面 就是人舌病的病患者 很容易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情况 亦都有些自我形象低落的情况 因为很多时候 大众对这个病不太理解 以为病可能会有传染性 而这些病患者很多时候出到街 可能都会担心不知那些人怎么看他 甚至自己可能都会减少一些社交活动 希望不希望见到朋友 所以如果可以有效地改善 皮肤和关节的情况 其实亦都可以大大地改善到 有时候病关节炎病患者的生活质素 目前为止 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些 传统的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 除了这些基本的药之外 我们其实近年来 这些生物制剂的发展 其实亦都大大改善了一些 人舌病对皮肤 无论是关节炎的一些控制 生物制剂其实是一些针对 某些特定的发炎因子的药 能够很有效地去抑衙了发炎 从而改善到人舌病 关节炎的症状 病人亦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 跟专科医生再谈一谈的情况 看看适合自己的药 正如刚才所说 我们的生物制剂 亦都可以很有效地改善了 皮肤和关节炎的病症 当这些情况开始有改善的时候 病人亦都会开始 投入一些社交活动 可能做一些运动 一些共病例如肥半 代謝终合症等情况 亦都会开始有所改善 随着活动增加 另外亦都因为 本身它少了身体的发炎 亦都可以改善到 它本身一些心血管病的疾病的风险 除了用药之外 病人亦都可以做一些 生活上有些不同的调节 例如在做运动方面 其实都会适合做一些 一些不同的强度的运动 例如是一些伸展的运动 如果情况去可关节 和那里开始改善的时候 亦都可以逐渐加强运动的强度 另外亦都有一些阻力的训练 亦都可以帮助到 提升肌肉的训练 除了运动之外 所以饮食上都尽量建议 針对一些代謝终合症的习惯 本身如果是一些肥胖的病患者 都要注意体重的控制 例如脂肪高的食物 高糖分 或者是高炎品的食物 都要少吃 尽量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以及职量的运动 之前有个病人 其实是一个中年的男性 本身亦都有些代謝终合症 有些中长肥胖 亦都有一些轻微的糖尿病 高血压 尿酸高等等情况 他有一段时间 他都不断有些关节痛的情况 但一直都被不以为是痛风 尿酸高的情况引致 后来他开始发现自己身体有不同地方 有些出疹的情况 后来都被断定为是一些人舌病的情况 一开始他用一些传统的风湿药物 但其实作用都是一般的 后来用了生物制剂之后 无论是皮肤或是关节上 都得到大大的改善 因为他亦都因为皮肤的情况 他不敢出街 可能都尝试尽量避免去见一些自己朋友 有些社交活动受到限制 但后来他用了药之后 其实他都完全可以恢复一些社交活动 对他的生活质素是大大改善了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